赚指数不赚个股 今天的突破有点问题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发哥 欢迎收看今天的复盘视频 从今天的盘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上证指数和创业板都是一个大幅低开 随后是一个震荡拉高的走势 其中上证指数在盘中是创出了这波反弹的一个新高 但是这波反弹我们说有问题 原因有三 第一就是全综合题材分化太大 我们可以看见今天完全是权重板块拉着题材往上走 但是题材依旧是处于零轴之下 第二个就是今天个股方面它的涨跌分化非常严重 虽然今天指数都是普遍收红 但是个股的话一直是跌多涨少 并且跌停板的数量一直维持在20指左右 这就说明短线的炒作情绪仍然在降温 最后就是板块方面 除了大金融今天在拉升指数 其他临障的板块 像旅游酒店游戏 这些都是属于一个低位反弹 看似很强 实则它是一个防御的表现 好我们再看一下资金方面 截止到下午2点19分 两次的成交量只有7900亿 这个成交量相比于昨天再度出现缩量 我们预计今天两次的总成交量 应该是在9000亿到9500亿之间 好那么指数在接下来会怎么走 我们又该如何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上证指数的制线图 我们知道今天是属于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室 按理来说今天市场的做多情绪应该是比较低迷 但是指数却是一个普遍收红 当然原因大家也清楚主要是大金融在拉升指数 那么我们回到上证指数可以看到 现在指数虽然说是强势了上涨 并且在今天创出盘中新高 但是实际上它仍然没有摆脱这个区间震荡整理 这里的话我们来对比一下在今年2到3月和目前行情的走势 实际上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特征 第一个就是在探底之后展开了震荡反弹 然后走出了一个区间震荡 第二个就是在区间震荡的后期成交量表现低迷 在上一次是一个破位下杀 那么这一次会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所以这一点也是发哥近期担忧的一点 第二点就是大盘在3023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政策底 政策底之后往往会有一个市场底 再考虑到这一波政策底反弹已经走出了超过250个基点 幅度已经足够 所以在接下来我们仍然是逢高规避风险为主 尽防二次调整 好具体的走势 我们再看一下上证指数的30分钟走势图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上证指数仍然是一个区间震荡整理 并且短期来讲的话从这个地点看起 那么这里上它走了一个一浪上涨 并没有完成有效突破 那么这一次在节前最后一个交易式仍然是一个无量冲高 那么这种突破它的有效性也是需要质疑 所以在今天发哥继续减仓了指数我们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 今天我们是以9公共的形式来呈现市场当中的9个热点板块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档主要是大金融 包括证券银行保险 我们可以发现在近段时间大金融板块表现非常强势 第一个目前大金融板块是处于一个相对的低位 第二个业绩方面有一定的保证 尤其是以银行板块作为代表 我们可以看见基本上走出了一个波段上涨 那么短期来讲的话 有大金融护盘指数下调的风险应该不是太大 但是这个底部光靠一个政策底很难站稳 所以我们依旧相信接下来还会有一个市场底 好我们再看第二档主要是近期的热点板块 主要包括房地上开发中药数字货币 房地上开发板块近期是一个量增价涨的走势 不过目前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短期内 它是属于加速冲井阶段 所以在短期内我们可以逢高升到减仓 等待一波调整之后再度去进行一个低息操作 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板块中药 中药板块在昨天是出现了一个放量分化 所以今天是直接出现了一个调整 但是在前面我们给大家分享过逻辑 中药板块具备中期成长性 所以等短期回调到中药支撑之后 我们仍然可以考虑去进行低息博弈下一步行情 好然后就是数字货币板块 在近两个交易是数字货币板块回踩半连线之后 展开了强势反弹 今天是一个实质性的增仗整理 接下来只要是处于实质均线之上 那么我们仍然可以以此作为支撑博弈反弹 好我们再看第三档 主要是今天凌仗的板块 主要包括在线旅游免税概念手游概念 可以看到今天凌仗的板块 它都是属于吃喝玩乐这一型 或者说属于消费型 并且这些板块还有一个共同特征 就是短期之内它是进行了一个震荡整理 今天才出现了一个放量上涨 实际上在昨天盘面当中 就已经呈现了这种变化 就是市场的高位板块以及高位个股 在出现分化调整 资金在开始避高就低 所以在结前资金失去攻击了这些横盘已久的板块 不过这里发哥要说 这些板块的上涨 它的持续性并不看好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短线行情 好今天的复盘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发哥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评论区见